校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早晨 今天輪到我了 或者說回我比較熟悉的事 今天希望跟大家去一次旅行 其實香港雖然是但遠之地 但也有一些歷史遺跡值值得大家一看 可能這些戰爭的事 男生會比較喜歡 我們看看日本侵略香港遺跡的考察 可惜香港政府和特區政府 都沒有列過以下的遺跡做法定估計 所以你們去到的時候會有些破落 但不用擔心的 很容易去的 因為我會教你們怎麼去 在19就不會和你們去的 因為有些都去過了 1941年12月8日 香港就受到日軍的攻擊 當時日本是做到很多的準備 他當時知道香港的守軍 大概有一萬四千多人 也是歷史上最多 當時臨海戰的前夕 香港的三軍司令莫德比少將 就在加拿大召援 就召了兩型的加拿大士兵 可惜他們來到之後 只有十四天的準備 還沒去過太平山 還沒去過淺水灣 就死了 另外你看到日軍 他知道香港有萬四人 他準備了雙倍的人數 跟我們招呼我們 而且這一班人 也是三十八師的精銳部隊 三十八師是什麼 就是南京太屠殺那班的走狗 對不起 那班英勇的人 他們認為 當時這一班人有什麼特點呢 除了男人之外 他們就是在 1938年 特地為了招呼香港 因為他們知道香港是一個山區 他們在名古屋附近招募的農民 他們有什麼特點呢 徵狀走得快 還有不用吃東西 因為當時他們定立的作戰計劃 要三天之內征服新界 七天之內征服香港島 所以不會超過一星期 但他們都認為三個月可以征服中國 但用了三年零八 他們都征服不了 當然 好了下一幅 這一幅蒙一點 跳下一幅 你看到上面 我都差點看不到 上面你看到新界的界線 當時的日軍 將三路進攻進入香港 在十月八日的凌晨 進入香港的邊界 他當時主要攻擊的路線 東西兩條就是沿著大埔公路 和青山公路 另外中間那條就是走山區 希望沿途遺剿所有英軍的防守點 當時英軍已經將防守的重點 撤退到港島 但是在中間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遺跡我們要去的 就是城門碉堡 當時城門碉堡位於今天的城門水塘 如果你們想去很容易 你們去到城門水塘 有個小巴 在荃灣地鐵站 下車之後 沿著右邊的路進去 去到燒烤樂園 然後上三四八級樓 當你很吸氣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左邊的指示牌 它就說地道危險 請密穿越 那你穿越進去就可以了 可以了 我很少一個不正經的 這個就是城門水塘 因為向東可以看獅子山 向北可以看城門水塘 當然向南可以看到香港的市區 當時英軍非常重視這條防線 日軍用多少人去攻擊呢 他們預計用二千人 當時英軍也很注重這條防線 所以他們用了二十四人去防守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開戰前夕 邱吉爾首相認為 遠東地區沒有需要防守 也不值得防守 將所有英軍重點的部隊 調回到新加坡和本土 所以香港當時的守軍非常之靈丁 我們當時的拔墅 也有一些英籍的學生或者人士 都被召入伍 這樣我們也會說 這個就是你一進去 看到地道的入口 這個洞不是自己鑿出去 也不是你彈到 一腳踩到下去 是當時城門碉堡失陷之後 英軍在隱旋州 用炮兵部隊 用九寸的大炮 反擊日軍 但可惜射中自己的碉堡 但是它的碉堡的設計 九成以上都是在地下的 而露出地面的 他們有一個堅固的水泥去防守 所以基本上 你在上面是不可以落到下面 當然下面入下面 就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就是隧道裏面 其實呢 你要污低身才可以過得到 而且呢 因為不是法定古蹟 很多都失修了 已經被一些 日曬雨淋幾十年來 很多已經是塞了 所以這裡呢 你可以只要 你差不多要趴在那裡 或者爬過去才可以的 那這一個呢 就是其中兩條地下的隧道 那因為不太清楚呢 其實在隧道的入口上面呢 都有一些倫敦街道的標誌 那當時就是因為英國在這裡 首個的人呢 曾經在倫敦居住 所以他們為了方便自己的識別 還有一些思鄉的感情呢 於是將那些英國的街道 刻在上面 這一個呢 就是當時攻擊這個城門 雕堡的主要部隊呢 若林東一呢 他們佔領之後呢 他們很喜歡呢 是將佔領島的地區呢 用漢字 日本漢字 就是跟我們有點不同 就寫上他們那些威水史的 除了在這裡發現黑字之外呢 其實在隧道裡面呢 也都發現了很多黑字的 譬如什麼在此小便 我愛你啊 你愛我那些之外 還有一個呢 由墨北寫的呢 就是他另外這個 春田部隊的 不過呢 是要很小心才找到 那麼這一個呢 周圍很多屠鴉呢 經過很多 愛護遺跡的人士 將它清潔呢 才顯現出來 那麼這個若林東一呢 當時被日本奉為軍臣 幸好呢 真是天有眼呢 後來在一族島戰裡面呢 他就死了 真是做了神了 這些呢 就是同學去的時候呢 你見到呢 隧道裡面呢 是彎彎曲曲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追你的時候呢 可以轉身 吐一口氣都好 不過跟著被人射中 那麼跟著呢 香港的部隊呢 英軍呢 那幾百人呢 就撤到去 今天呢 就是張冠澳墳墳 呢 魔鬼山的地方 那裡有炮台 當時他們呢 希望用最短的路線呢 運了所有的物資呢 過回港島呢 希望集中呢 防守的港島 那麼當時的日軍呢 也都是步步進逼 他們在十月十三號的旁晚呢 凌晨呢 已經進逼到去魔鬼山 而當時的英軍呢 叫做幸運地呢 全部撤退了去港島的 令六百人的部隊呢 就想著夜晚呢 在魔鬼山山腳呢 游泳過去對面的 漬魚沖 漬魚沖在哪裡呢 就是今天呢 是海防博物館的那個海岸邊 那麼幸運呢 我們英軍的快速炮呢 還有探射燈呢 照到它 探射燈是很厲害的那些呢 不是你們去旅行呢 照到奧尿那些呢 那一照到它 就都射死了 終於呢 在侵略香港的部隊裡面呢 六百多個傷亡呢 六百零一個呢 就在今次的渡海泳裡面 死了 所以不要亂渡海 這裡呢 就是魔鬼山砲台的遺跡 那個洞呢 不是燒烤爐 很大的 千萬不要掉下去 你看到中間那裡 對面有個帳篷呢 在照片的頂部呢 那裡就是海防博物館 那麼當時也是砲位來的 那麼當時呢 英軍就佔領對面 日軍佔領另外一邊呢 當然大家是互相呢 用炮火來 互炮啦 互相攻擊啦 那麼當時日本呢 觀察了很久的形勢呢 終於呢 決定了作戰的計劃 你看到呢 在魔鬼山看過去呢 對岸呢 就是質疑沖 當時是船奧來的 所以它希望呢 可以佔領這裡呢 就可以將香港那個 油庫 還有其他命脈呢 切斷的 這個呢 就是白山灣砲台 只有一些舊相 白山灣砲台 就是位於海防博物館的山頂 為甚麼故意說呢 原來當時呢 在拔萃被召入的英籍人士呢 大部分都是防守這個砲台 總共有18人 但是最後呢 入軍攻佔了之後呢 就將他們全部都殺死了 這個呢 後來再繼續的路線 就是其他砲台我們不去 那麼這裡呢 就是比較風景美麗的赤柱軍人墳場 那麼後來呢 在英軍在十二月二十五號聖誕日呢 是投降之後呢 大部分的英軍呢 都送入了集中營 在十八日的防守戰爭裡面呢 陣亡的大概是二千多人 一萬四千多人入了集中營之後呢 到這個光復呢 三年來八個月呢 其實是剩下不夠四千人 可以出營的而已 那麼大部分呢 就是有些做苦工 有些是病死 有些是餓死 還有在集中營裡面呢 根本是糧食 還有藥物都不夠 日本人呢 就很諷刺的 當你死了之後呢 他會送鮮花給你的 那麼這些呢 就是當時呢 在赤柱集中營呢 就不是負責囚禁英軍的 這個呢 就是日本人 是囚禁所謂的敵國人士 什麼叫敵國人士呢 就是非英籍人士 包括歐美其他國籍的人士 那麼他們呢 沒有直接參戰 跟日本不是對敵呢 他們就將所有歐美裡面 有錢人 又跑不掉那些 全部囚禁在赤柱姓士提反 那個書院那裡 那麼今天呢 當時有萬多人的 在3008個月呢 他們相對地那個 遭遇會好些 還有因為他們有錢呢 日本人就會用黑市價 賣些糧食給他們 那麼當時呢 在3008個月裡面呢 在萬多人裡面呢 他們只是死了119個 那麼而且呢 死了之後呢 他們都會有人幫他們 立墳墓 但是呢 因為當時物資不夠呢 你看到墳墓呢 都是一些很粗造的石 這些石從哪裡來呢 就是在當時赤柱監獄呢 打算用來做路基的一些麻石 那麼這個人呢 叫Foster 你見到他呢 應該是7月8日 未從光 但是年齡一點 只有48 有些人呢 你又比我熟悉一點呢 那個名字 那麼另外呢 這些就是後來呢 赤柱監獄墳呢 香港政府呢 純粹巧合而已 香港政府為他樹立的一些紀念碑 但是呢 因為呢 數量進多不能進陸 而且呢 有很多市民都是死了 大家又不知道他的名字 所以其實都不能夠 知道所有死的人的名字 另外一個呢 比較美麗的墳墓 或者很莊重的墳墓呢 就是在柴灣 哥連神國附近的 小西灣軍人墳墳 可能同學都去過 或者電視見過 因為拍到什麼軍人葬禮的那些呢 就是這個的了 你見到呢 這個墳墳裡面呢 很整齊的 總共呢 有六百幾個墳墓 而六百幾個呢 九成以上呢 都是當時十八日保衛戰裡面呢 就是為 保衛這個殖民地而捐軀的人 這個呢 就是在墳墓最底那裡拍上去 上面有一個頂的建築物呢 其實那個就好像一個祭台 那麼你要留意呢 所有的墳墓呢 有名的部分呢 都是向著祭台的 跟我們中國人剛剛相反 我們中國人的墳墓呢 就是有自己 向外要背山面海風水號 他們就不是的 因為要進行宗教儀式的時候呢 所有人就好像你們現在呢 坐在一個 Assembly Hall的椅子那裡 看著祭台一樣 我不是說你們 看看墳墓呢 但是有些呢 數一數一下呢 不見了那些人喔 但是又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又不知道他死了沒有喔 於是呢 就會留下一個 那他們死在呢 是1945年呢 另外有一些呢 就會知道他們軍營的揮號 就會比較隆重一點 那這個人呢 你可以留意呢 叫墨士維 但是最後呢 只有22歲而已 大部分加拿大的士兵呢 當時來的時候呢 只有20至24歲 可以說是壯年 就是可以說 人生最美好的時期 就已經犧牲了 另外有一些是中國人 所以呢 也是有鞠躬盡 但是華籍英兵的數目 當時是極少的 所以呢 18日的保衛戰裏面呢 對香港人來說呢 絕對是不關我們事 另外呢 這個呢 就叫Lawson 也是當時加拿大士兵的主將 他當時本來呢 就在加拿大阿伯達省呢 是做訓練的 那麼當時 獲得被少將問他有沒有興趣呢 去防衛香港呢 他其實是退休的了 但是他呢 想著軍人呢 應該是 是戰場的 屬於 所以最後呢 他恩言答應 最後呢 求仁得仁了 他就在12月呢 23號呢 震亡 19號 sorry 另外啦 這些呢 就是關於我們拔墅 在二戰大 的一些小小的遺跡 你們現在坐的座椅 後面已經是沒有了 舊的座椅呢 你在周圍學校校園都會見到 有些或者在那個 人民資源中心都見到 黑了些名字的 因為當時呢 日軍是把所有的物資 都拿去燒 拿去用 後來在學校復原之後呢 開學的時期呢 有一些old boy或者有關人士呢 就捐了一些椅子呢 給學校 當時他也都希望 將自己呢 親屬啦 或者是朋友的名字 刻在上面呢 希望可以呢 作為一些紀念 這一個呢 就叫做Steven Hall 可能會熟 一會兒你出去轉左 不過小色先 左邊那個白色的碑上面呢 就有這個人的名字了 他就在1941年呢 是保衛香港的殖民地的時候 陣亡 那這些呢 就比較詳細一點了 DOGA應該 插了很久應該就是 拔墅女書院救生會 他可能有一些親屬啦 那你可以見到呢 In Defending This Conning 這些椅子 有些還在的 你可以細心找一下 但大部分都是黑了 不知道那些什麼名字 這樣 這個呢 就是外面的Hall 雖然Outflow 但你可以待會兒看清楚一點 有時看不真也無所謂的 好啦 那今天的講呢 就講完了 多謝大家